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我是宁静 最近广东天灾人祸不断 先是4月20日左右 在广东韶关赵庆清远多地 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水 甚至韶关江湾镇 发生山体滑坡 整个镇全部被埋在泥水中 被灭顶 在此次灾难中 中共仅通报四死 十四失踪 但祸不单行的是 4月27日下午 广州多地更是突发超强龙卷风 加大冰雹 其威力堪比地震 根据中共官媒给出的数据 煲灾至少造成五人死亡 33人受伤 141家厂房受损 就在强龙卷风加大冰雹过后 广州又出现惊人意象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据路媒报道 4月27日傍晚 广州海珠区暴雨过后 夕阳的余晖洒满了天空 金色的光芒与厚重的云层交织在一起 天空中突然出现一只神鸟活凤凰形态的晚霞 只见这只凤凰的轮廓清晰 非常的逼真 羽毛丰满而细腻 翅膀张开 仿佛要翱翔天际 这一罕见的意象引发了网友热烈讨论 有网友说 美丽的背后可能是更大的危险 另一网友也说 朱雀动了 冥王现身 永夜降临 这位网友所说的朱雀在处词中 朱雀是接引人成仙的神鸟 朱就是红色的意思 朱雀就是一种红色的鸟 跟凤凤凰五彩颜色的外形还是很不同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四大神兽 分别是镇守东南西北的左青龙 右白虎 前朱雀 后玄武 还有网友说呀 火凤凰 象征重生 现在呀 广州天空出现这个神奇的天象 也许这预示着中华大地将要摆脱中共的统治 浴火重生 迎接美好的未来了 但巧合的事呢 就在广州出现火凤凰意象不久 5月的首日 广东又爆发特大灾难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5月1日凌晨 五一长假首日 广东梅州高速公路路面塌陷 高架桥断裂 塌方的路面长约17.9公尺 面积约184.3平方公尺 现场惨不忍度 20多辆车坠落后爆炸起火 中共官方通报称 截至2日 事故已造成23辆车陷落 至少造成48人死亡 30人受伤 由于中共惯于隐瞒灾情 外界质疑实际伤亡情况或更为严重 据曝光的视频画面显示 一处高速公路路面塌方 许多车辆坠落深坑 现场活光冲天 冒出滚滚浓烟 不少汽车烧成空壳 听见许多人的呼救声 综合路没报道 遇难者家属第一时间赶赴梅大高速塌方现场 听到消息后悲痛欲绝 瘫坐在地 有多名现场目击者表示 广东梅龙高速路塌方 掉下去几部车 听着爆炸声 眼泪忍不住往下掉 好在前面有几辆车发现不对劲 把我们后面的车拦下来 一日上午 一名乘车路过的亲历者向吉姆新闻表示 当日凌晨 他们一家人开车路过事发地 当时他老公开车 他和孩子在车上睡觉 结果车子突然爆胎 把他和孩子都吓醒了 下车查看 才发现是路面塌陷了 他家的车经过时 路面还没完全塌陷 但已经开裂 有了缝隙 他老公以为是水坑 还打方向盘躲了一下 没想到右边车轮还是挂到地面裂缝 爆胎了 万幸在塌陷前瞬间冲了过去 后面的车就遭殃了 当天一名福建女子在网上心急寻亲 她说爸爸妹妹和弟妹一家五口 在梅州高速失联 现在电话联系不上 家里所有人都很担心 有看到的车友麻烦打电话告诉她 大陆机密新闻报道 此次事故发生路段 正位于梅大高速27级东沿线 事故路段建成还不到十年 项目建设方和运营方 均为广东省交通集团旗下公司 对于此次5月1日 广东高速路面塌陷的灾难事件 路媒报道中 又把人货甩过于老天爷 说事故可能与此前的暴雨天气有关 中共从来就没有把民众的生命放在心上 所以人货层出不穷 而中共又把自己的独裁政权视为命根 所以要欺骗民众 把责任甩锅给天灾 这是中共邪恶的本性 有网友说 广东是不是犯天条了 4月不但爆发大洪水 还有强龙卷风加大冰雹 造成很多人死亡 虽然确切的伤亡数据不明 但比起台湾4月3日花莲大震 不知要超过多少倍 而且在4月的最后一天 广东的灾难还没完 4月30日晚 珠海市遭暴雨冰雹大风袭击 道路呈汪洋 行驶的公交车车厢内有积水灌入 路边有桌椅被大风吹跑 冰雹铺天盖地的砸下 有的大如鸡蛋拳头 多辆私家车停在桥下避险 有网友发布视频称 珠海抖门下冰雹了 冰雹像刚珠落地 颗粒不小啊 大家注意安全 微博上则不少网友 晒出大小不一的冰雹照片 其中更有网友晒出 如鸡蛋大小的冰雹 据气象台消息 4月30日珠海气温达到30度 这么炎热的天气下冰雹 十分罕见 不少网友惊呼 没想到广东最南端 也能下冰雹 30摄氏度下冰雹 真是火酒见 珠海下冰雹了 好离谱 几十年来第一次见 我在北方都没见过几次冰雹 竟然在南方看到了 在珠海第一次看到冰雹 是要世界末日了吗 接下来呢 我们把镜头转到广西 广西南宁泉州 崇佐等地 也下起了冰雹 有视频显示 如同乒乓球大小的包子 砸在地上 铺了厚厚一层 雷雨 大风和冰雹 让广西房屋受损 交通中断 广西泉州网友发布视频说 4月30日晚上8点20分左右 下起好大的冰雹 有成年人拳头大小 起码有半斤一个 看了广东和广西 从天上砸下来的冰雹视频 有网友说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风雨的威力 有网友还问 天气太反常了 是得罪龙王 还是得罪了阎王 既不是龙王 也不是阎王啊 龙王呢 负责排兵布阵 刮风下雨 阎王负责收人 但都要听上天之命 这就是神降罪于人 龙王和阎王呢 只是各司其职罢了 4月30日 珠海大降冰雹和暴雨 没想到这一波的暴雨 还波及到香港 深圳和香港都在同一天 也下了暴雨 这场暴雨也差一点 就酿成一种大空难 所幸的是呢 惊恐过后的有惊无险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4月30日呢 国泰航空CX341航班 从上海飞往香港 两次降落失败 飞机剧烈颠簸 机上乘客惊恐尖叫 有人哭泣 有人呕吐 多名网友在社交媒体发文 讲述在CX341航班上的 惊魂经历 该航班4月30下午 从上海飞往香港 因遭遇强对流天气 在香港两次降落失败 被迫在深圳备降 飞机加油后重新起飞 最终在凌晨抵达香港 乘客们在空中遭遇了 剧烈颠簸和失重 受到了惊吓 一名乘客在社交媒体上说 离开座位起码三四次 包里的东西全都飞出来了 已经不是颠簸可以描述了 失重感太可怕了 连续两次尝试降落都失败 尤其是第一次 都接近跑到了 又一下子拉升到2000多米 昏暗的机舱内十分混乱 不少人在尖叫 小孩狂哭 机舱里全是呕吐的味道 这辈子不想再有第二次这样的体验 祈祷一切平安 事后呢 这名乘客告诉集穆新闻 飞机在空中颠簸盘旋时 窗外黑乎乎的 空中闪电不断 乘客们都很恐慌 另一名乘客甚至在手机上写好遗书 直言是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机上所有乘客都在尖叫 感觉死了一回 五月十分呢 飞机在深圳降落加油 五月一日凌晨二时许 飞机重新起飞 终于在香港顺利降落 还有亲历者在网上说 机长的确够厉害的 那天晚上的风和雨真是大 深圳当时能见度也只有十米左右 雷雨交加 电闪雷鸣 大街上已几乎无人活动 可怕 飞机在此情况下还试图着陆 可见机组人员的素质与技术过硬 也让乘客共同体验了一下艰难时刻 总之天有不测风云 平安就好 我想问的是 没有天气预报吗 航空天气预报是干啥用的 据新浪网报道 航空天气预报 是指为保障航空器起飞 着陆和空中飞行的安全而制作的天气预报 是组织和实施飞行的重要依据 它比用于日常生活的天气预报 在内容时间和定量方面 要求更细更高 航空公司的气象部门会针对雷雨天气 提前一天发布雷雨预警 便于调配部门调控航班 并于雷雨天气当天 针对具体机场提前两小时发布精准雷雨预警 精准到雷雨具体的影响时间 以及雷雨强度 便于千派部门及时的对航班做出准确的放行决策 我去查询了该次CX341航班从上海出发到香港的时长 一共才两小时四十分 这个时间基本可以得到精准的预报了 但为什么一定要冒险飞行呢 炫技吗 看所有当事人的描述 似乎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好像就应该不管不顾的起飞就行了 安全着陆了呢 就是航空公司厉害了 要是没能着陆呢 那就是天灾呗 还是那句话 航空天气预报呢 中国人的命为什么就那么容易失去 因为任何一场天灾背后都是人祸 天灾只是这个制造人祸的政府的背锅侠 中共国人在中共长久的洗脑教育下 总是担心自己回答不好别人提出的问题 却从来不敢提出自己心中的那个疑问 这可能就是中共国人受苦的原因吧 找不到苦难的根源 痛苦就会如影随形 好 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